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夹心练习 这个练习呢是比较放松手腕的 中间的音不用太强 这样的话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你这个框架 你可以两手一起练习 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是为了让你体察你手腕的松紧 因为如果你手腕紧你是一定会感觉到的 这个练习是为帮你感知到你手腕的松紧度 那么第六个练习呢就是当你在弹重复音的时候呢 不要在同一个位置弹 一定要近或出 不要乱晃 这样就非常的轻松 你只需要稍微的推进一点 不要在同一个位置上 这样的声音出来的非常死板 你要像一个蹦跶的小东西一样 很活蹦乱跳的 英文叫做alive 就是你的八度要具有声明力 那么第七点呢就是我老生常弹的腹点练习 负点练习呢可以给你的短音上面 你的weak position上面的一个强势的练习 如果你的负点走错的话 那就代表你的基本功不够扎实 你要放慢来 这个相当于是买一送一 你的负点呢力量呢是靠前一个力 带过来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当你快速跑动的时候呢 你的手是要拎起来的 我的这个指尖呢是一点往回收往里面夹的感觉 是这样子的 而不是往外散的感觉 是稍微像你拿一个手指的关节去拎一个缩药带一样 是拎起来的 好了今天的八度就讲解到这里 所有的内容你都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